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妹妹 今集跟大家說一些關於 跟廣東人吃飯在飯穿上的禮儀有多講究呢? 從我從小到大被老爸剛剛罵我的次數來看 我極度懷疑廣東人吃飯的禮儀 是要比英國皇室還要多的 如果你吃飯敲碗 還敲 還敲 長大了是不是想做黑衣 如果吃飯沒有捧起碗 那隻手幹嘛不放上桌面 是不是想以後被人搶飯碗 或者這碗吃得不乾淨的話 衣食在碗底呀 粒粒皆辛苦 以前我們這間店很窮的 哪有這麼多好菜靚菜吃呀 那也算了 我最怕 吃吃一下 碗塊掉落了地下 又要我說你了 陸地開山富貴名華 對對平安 基本上吃完這頓飯 你又可以覺得自己聽完整個語言故事 這些都不算是什麼 你在廣東地區吃飯 無論你是星級酒店還是大排檔 他都會給你預備兩壺水 一壺喝的茶水 一壺是白開水 給你來拌一下碗塊 你是一次性碗塊 已經消毒過的碗塊都好 都要洗一下它 除此之外 從小到大阿媽教來 請親戚朋友吃飯 就千萬不能點七道菜 怎麼會呢 廣東人講二頭的嘛 你七七七 吃什麼呢 詮咒我呀 還有 跟漁民司機 或者開船的人吃飯 就千萬不能把魚反轉 這個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有碗話碗 有碟話碟 跟廣東人吃飯 禮儀禮素雖然非常多 但我又覺得 這些是很良好的生活習慣 很應該傳承下去 但譬如 如果你一頓飯再好吃 你遇到這種XX玩 你真的想揭桌走人 難道你想丟他吃宵夜嗎 譬如我們出去 跟親戚朋友吃飯 有些轉盤的桌子 我們轉之前 肯定要看身邊 有沒有人夾菜再轉 但有XX不是的 他不理他們兩邊 有沒有人夾菜 不理三七二十一 而好像轉 轉 一直轉 好像在搓的那種轉 轉到他自己想吃 完為止 但那碟菜轉完兩圈回來之後 你一夾 原來是空的 即是一頓飯下來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在吃回轉壽司 這些都不夠 如果他是不用公塊的情況下 他會把自己 奶的筷子 再夾到那些菜裡面 再攪兩攪 然後再奶自己的筷子 有些人更利奇 可以用自己的筷子 來牽牙 即是我不知道你這樣 還吃不吃得下 但如果比賽是我 我就吃不下 還沒夠 有些人吃飯的時候 真的好像在開個人棟篤笑 這樣 不斷口水化噴噴 整十碟二碟菜 都有他的DNA 喂 我跟你沒有血源關係 噴到隔壁左右的那塊臉 就真的好像唐伯虎的老爸 如果跟這些人同桌吃飯 我想不知廣東人 其他地方的人 都會揭桌走人 難道等他們吃宵夜嗎 所以廣東人一些 再多的禮儀禮素 我覺得都是一種良好的生活習慣 特別有些人覺得 廣東人吃飯太小器 還要打包 其實不是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愛識國家糧食 我們不可以改變別人 但最起碼我們可以改變自己 或者改變我們自己的下一代 養食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 養食習慣 從我做起 所以很希望大家 繼續傳承下去 平時吃飯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那麽奇葩的人和事呢 可以儘管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今天大妹妹的視頻 暫時就分享到這裏 記得多點點讚 老友記 我才有動力繼續說下去 記得關注點讚 我們下期精彩再見 拜拜